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天氣很好, 帶大家逛逛漁人碼頭 這個地方大部份都是填海回來的 在2006年左右開幕, 距離已經有15年 看到有個古羅馬式的表演場 這裡可以容納2000人 在我身後面就是會議展覽中心 很多一些展覽、會展都會在這裡舉辦 漁人碼頭分別有三間酒店 一間是麗公酒店 一間是麗亭海景酒店 另一間是萊斯酒店 而三間酒店都有他們自己不同的風格 以前麗公酒店的位置其實是一個火山 它有兩個火山口 每晚最少都會爆發一次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又或者大家有沒有來過看過呢? 印象中, 好像火山裏面 還有一個室內的單軌過山車 不過我自己就沒有玩過了 當年 我們現在慢慢走走 看看漁人碼頭這裡有什麼不同了 有很多人都喜歡來這裡拍婚紗照 可能覺得它都夠特別 就讓它們去看見 每個月都可以去看見 但是,你們都會來看見 看見 有很多人是在這裡拍攝 有很多人是在這裡拍攝 到這裡拍攝 有很多人會有些人 在這裡拍攝 也是在這裡拍攝 走到這裏見到金沙方向,我就不走過去了 我會直接走到海邊看看海景 這間現代經典都很經典,很多年了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營業呢? 我也沒有走過去看 走到海邊,我們會見到友誼大橋 左邊就是麗公酒店 旁邊看到的是港澳碼頭 在這裏吹著海風,真的很舒服 好像度假一樣 現在看到這個碼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呢? 去年疫情的時候,我參加了澳門的本地遊 在這裏上船 我們走到裏面那條路 裏面這裏有很多食店和買東西的店 以前這裏是全露天的,沒有白色的棚 現在裏面這裏,走上來都不會太曬 遮了很多太陽,都很舒服 其實這裏的建築物都裏得很漂亮 雖然不是說很旺 但是來這裏走一下拍照都不錯 然後還是在那裏上康路 或是配四種可怕 然後再拍照 然後再拍照 並走上門 或是空間 一集中心 正在拍照 都會一張放音 感谢观看 这个地方没有人不认识 不知现在有没有开业或营业 走前一点,这里有个立像馆 不过我没有参观过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 它是要收入场费 蓝色这间店 最记得以前是来吃寿司 吃日本东西的和花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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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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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